各位行車紀錄區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身後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保時捷全新一代的Boxster 代號718的Boxster 這一代718Boxster是全新大改款的車型 718的車型由來是在五菱、六零年代保時捷參與了Tagaforio賽事 以及在Lamont保時捷所推出的718這個車款 當年它所採用的就是四缸渦輪引擎搭配 並且它是中置引擎長篷的設計 因此保時捷在這一代的Boxster 為了要讓這麼具有歷史依依的車款復活 因此我們採用了718這個車型 我們在這一代的718Boxster 一樣會有718Boxster車系 以及718Boxster S這兩個車款 在動力上面來講大幅的升級 Boxster車系採用的是2000cc四缸的渦輪增壓引擎 跟上一代的自然進氣引擎有所不同 那在Boxster S的車款上面來講呢 搭載的是2.5升 也一樣是渦輪增壓的引擎 不過在Boxster S的引擎的渦輪增壓器上面 還有搭載了VTG的渦輪幾何可變的科技 讓整個Boxster S這個車款呢 雖然說它是渦輪增壓車 但是你開起來動力輸出非常的線性 讓你感覺不到它是一台渦輪的這個車款 變速箱來講呢 依舊搭載的是保時捷的7速的 PTK雙離合器變速系統 那整個車子呢在外型來講做了非常多的改變 不論是頭燈進氣吧側邊的進氣 都完全的重新的設計了 在車尾上面來講 換上我們全新的LED的造型的尾燈 那以及在我後車尾呢 有Porsche字樣非常我們說 全新設計的車尾的設計 這個將會是保日捷之後日後的家族的特徵 那在內裝上面來講呢 我全新騎一包Bogster呢 在方向盤上 換上了918 Spyder造型的方向盤 各位車主如果有選配所謂的跑車計時套件 那我們在中控台上呢 除了多了一個跑車計時的這個碼錶之外 那在方向盤的這個918 Spyder造型的方向盤 也多了一個駕駛模式切換的旋鈕 那你可以依照你的心情去設定你想要Sport 還是你要劇烈抄駕Sport Plus 車內的這個操作介面來講換上了全新一代的PCM 這是保日捷最新的7吋的觸碰螢幕 同時也可以跟你的如果 你的各位觀眾用的是iPhone的手機 你也可以透過Apple CarPlay呢 讓你這個手機跟你的車子互相結合 在舞台後方呢 我們有Lava Orange 熔岩橘 那這個是在GD3RS的一個專屬車社 也是我們在718 Box的提供車迷做一個選配 我們為啟動的好調